大家好,我是詹姆士 我們現在要來開箱的是Wawa100 這台Wawa100的電瓶 它的電瓶已經沖過兩次 但現在還是沒辦法發 所以就只好再買一個新的電瓶 那目前之前都是用彩發 Wawa這邊有彩發的還蠻不錯的 所以可以先頂著用 收到電瓶的這個是湯錢的 看一下 這是12B5AH 然後10HR 它的型號是YB5L-B1 這邊有一個CMS的標誌 這邊有寫製造經過月數之後 它的所需要的充電時間 製造月數經過一年充電的時間 就要經過60個小時 所以放月久的話 它的所需要的充電時間就月久 好,那我們來開箱囉 好,裡面就是 好,裡面就是 來 一個電池 先看一下 這邊有寫續電池的使用方法 好,那這邊是 它的正面 這邊有寫 Upper Level Law Level 那型號在這邊 先確認一下 以免買錯 好,那這邊是正極 這邊負極 上面是電解液的酸子 到時候把它拆開 那裡面還有 就是它的 電瓶的螺絲 還有一個 塑膠的 透明的套子 應該是插這邊的 到時候可以拍 好 這就是這一個 電解液 如果有 如果有弄到眼睛的話 要馬上用水沖洗 然後 遠離兒童 會拿來玩 OK 好 那我們就按照 後面的 它的說明 L型牌出館的 橡膠套 把它 拿開 這個橡膠套 這個橡膠套 好 拿開了 來 接著我們把它 上面的 電解液的酸子 把它給 拿起來 這用手拿起來 可是要 費點力氣 先把它放到旁邊 以免不見 好 用手拔得起來 如果拔不起來 還有可以用這種 鉗子 把它給 夾起來 會比較容易一點 OK 外面風很大 好像颱風一樣 好 裡面是沒有電解液的 都乾的 OK 好 可以看到這邊 有一個它的製造日期 210217 好 那這應該是17年2月21號 製造的 那依照它上面的 充電時間呢 現在是10月 所以應該已經過了 8個月 所以等一下三姆斯 可能就照這個 6到10個月之間 大概就 25個小時 充電25個小時 那充電的電流呢 他說要 核定電流的十分之一 然後充到比重1.28 OK 那我們先來 可以 坐入這個電解液 好 那這樣大概一罐大概是 電解液大概450mm 這邊有刻度 看到正面 側面 這邊 那我們把 前面 這邊馬上可以剪掉 好 那還有這把 還有附一根紅色的管子 把它插進去 好 好 接下來再把它出進去 好 接下來再把它出進去囉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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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這邊 看一下正面這邊大概會看得到一點點他的刻度 所以到這邊就可以把它給停止 看到他冒氣泡了 好像很多東西 可以用來放水 放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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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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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